北京时间2024年2月3日11时06分 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在广东阳江附近海域 使用捷隆3号运载火箭 成功将DROA卫星 智星2号A星 东方慧眼高分01星 威海1号01-02星 新时代-18-20星 以及NextZ-E卫星 共9颗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据了解 本次任务中 捷隆3号运载火箭 从烟台东方航天港出海 第三次在我国南海海域 实施海上发射 进一步验证火箭海上长距离 机动发射的适应性 海上发射 优势是灵活 但它的难点 恰恰也在这里 既然在哪都能发射 到底在哪发射 火箭院捷隆3号 火箭副总设计师 刘伟向《环球时报》等媒体介绍称 本次任务的发射点位有所调整 离岸更近 风浪更小 看似简单的 给发射挪个地方 涉及了大量计算 设计与协调 火箭团队在一个月内 完成了这项工作 上次的发射点位 虽然符合卫星轨道需求 但风浪大 离岸更近的位置 水深更浅 较长波长的浪涌 会被陆地反射 刘伟称 通过分析 近五年海事部门 对附近海域实测的数据 团队发现在近海位置海况 会降低一个级别 就此选定了新点位 发射点位的选择 除了要符合卫星轨道的需求 还要考虑发射安全性 选定点位后 团队将新的发射轨迹 和陆区提交至相关单位 进行评审 评审通过后 继续针对点位情况 做验证计算 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发射任务 也是杰隆三号运载火箭 首次承揽万星搭载发射 发射的埃及NEXTZ一星 是杰隆三号火箭 合作的第一颗外国卫星 为了争取到这个任务 火箭团队做了很多的工作 刘伟介绍称 针对客户需要 为了让卫星和舰体更加匹配 研发团队研制了一个 特殊的转机结构 保证卫星接口 能跟我们的降冲机装置适配 此外 火箭研发团队 在此次任务中 还简化了 谣测系统技术状态 对全舰的技术状态 进行了固化 进一步提升火箭运载能力 降低单发火箭成本 本次发射于同日进行的 长征二号禀运载火箭发射任务 均由中国火箭公司 承揽商业运营 这也开创国内商业航天公司 单日完成两次 商业发射任务先河